我跟妳講不只有東廠 以前控制人民用的是錦衣衛 用的是東廠 很恐怖耶 那現在用AI呢 現在用AI就不一樣了 來 妍妍 告訴我們一下 現在我們說中國大陸 他怎麼去控制人民 他怎麼去用這個 所謂AI大數據雲端的手段 不只是監視器喔 其實說習近平 為什麼會這麼害怕馬雲 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所謂馬雲 是他們手上掌握的這個大數據 用手機APP 居然也會監控你的行程 包括你過了哪個路口 他都會隨時追蹤到 沒錯 大家這個到這個手機的APP裡面 可以去搜尋這個雪量工程 現在就搜尋的到了對不對 現在其實在台灣 台灣也可以搜尋的到 台灣也搜尋的到這個雪量工程 大家可以看到 你搜尋的雪量工程 就有雪量工程 然後這個自貢雪量工程 手機雪量工程 還有滋養雪量工程 他這個什麼叫雪量工程呢 他這個其實都大部分 是以這個中國三四線的城市 來做命名 這個APP的功能是什麼 這APP的功能非常厲害 你只要有一組帳號密碼 你登入這個APP裡面 你就可以去取用這個APP上 所有的監視器的畫面 那在這個 誰可以拿到這些帳號密碼呢 就是在中國啊 他們這個譬如說村書記 或者是一些基層的幹部 只要他只要獲得這個官方的認知 他就會發給你一組帳號密碼 然後你只要登入了 這一組帳號密碼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村子裡 所有每一個監視器的監視畫面 是只要你隨取即用 我在拔蘿蔔你也知道就對了 對 完全知道 然後他如果看到這個 這一個路口好像發生了交通事故 會有村民在吵架 他馬上就可以這個一箭報警 然後馬上就可以處理這些 就是村子裡的大小事情 以警察來講那是覺得很方便 但隱私權來講 真的是也是覺得蠻煩的 但我們很多人就講說 好啦 那你現在很多人說 螞蟻金服最大問題是什麼 借貸的問題嘛 借錢不可以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 叫做Times Money 什麼意思 湯姆就是瑪莉 湯姆就是瑪莉 可是我跟你講 湯姆就是瑪莉不夠紅 更紅的之前 我們說 其實我們說借貸這種關係 在中國古代本來就有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 說你叫青皇不接 有啊 寫在那邊 什麼叫青皇不接 什麼叫青皇不接 其實以前中國古代 農民什麼時候會最窮你知道 夏末秋初的時候 青皇不接的時候 夏天到了盡頭 秋天剛要來的時候 有些稻子黃了 有些稻子還是綠的 這個時候我們叫青皇不接 那我沒有錢 我餓肚子怎麼辦呢 那因為你當年冬天留下來 糧食都吃完了 那怎麼辦你就找人借 找誰借 農村裡面有什麼 圓外嘛 圓外啊 是會借我一點糧食啊 對啊 小翠 喂 好啦 換真經一點 那我說那時候 你就要跟圓外借 可是跟圓外借他利息很高 那你還不出來 他就來你家 抓你家的小翠 那怎麼辦 有個人跳出來 誰 王安石 他跳出來說什麼 王安石他弄了一個輕苗法 輕苗法因為我們現在的話來講 叫做農民低利貸款 所以在這個時候 農民最窮的時候 得正啊 沒關係 我借你錢 而且我收取的利息 比圓外還要低 而且他還不會來你家抓小翠 那很好啊 剛問題來了 宋朝的政府就開始要求KPI 你每年你這個村 你這個縣 你要借多少錢出去 那如果你沒有借出去 你KPI不夠 KPI不夠你就會出事 所以到最後變成強迫人民借款 好心做壞事 你以前有用過現金卡嗎 沒有 那你有用過信用卡吧 有啊 當然有啊 那你有卡債嗎 曾經有過 真的假的 我的卡債是在2008年那個時候 那時候你很慘嗎 因為那時候那個油價也是漲足 那我們上課嘛 到處開車開來開去的 借口 那我後來有做債務整合啦 我後來借了一筆信貸 把那個我兩張信用卡整合 但是呢 很多人就是不以為意 刷嘛 刷卡就沒感覺 先刷嘛 先刷嘛 先享受後付款 阿姨支付很大問題就是花北借北 花北借北 很輕鬆的兩個字 就叫你花北借北 沒有想到越花越多 然後就掛了北 對 就掛了 是不是哄文 對其實呢 我們看到詞典當中在說 這個字呢 它是一種語助詞 是 它代表的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意思 就是花就對了 借就對了 我的錢為什麼不能花呢 那種不斷的 我們在使用這個APP的同時呢 其實我們也慢慢的植入自己的腦子 說這件事情花也不會怎麼樣 所以花今天的錢來去享受明天的東西 我明天再想 然後明天再花 明天再還這件事情 其實在大陸的90後 已經變成了一種常態 像是剛才呂杰老師有講到說 這個信用卡其實是蠻多元的 不同的支付方法 其實在過往我們是用現金支付到 所謂的金融卡匯兌啊 或者是支票 到現在變成金融卡 以至於電子支付的時候 然後現在在大陸的內地的支付寶 已經慢慢的轉變成為 因為支付寶它的用戶很多的時候 它開始推出了一種金流的服務 讓90後的年輕人啊 其實是好容易好上手 而且花錢借錢非常的簡單 快速又有效力 所以連年費都不用 年費都不用喔 因為我們知道啊 其實一般來講 年輕人常常要去買一個iPhone 或是買一個iPad 我們常會說為什麼年輕人存不到錢呢 其實很簡單一個原因 因為 薪水太低了 不是是因為誘惑太強 薪水低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是很重要一個原因是 我們可能存不下錢 但是我們的牆壁就擺滿了iPad的盒子啊 Mac的盒子啊 可是我們又沒有那麼高的 一筆現金來去購買的時候 我們通常要申請信用卡 可是申請信用卡最麻煩的一件事情 是它要有資格的審核 沒錯 它要看你的還款的能力 或者是它必須得要 你要分期的時候 它又要規定東規定西的 所以年輕人在講 我現在就要買到 對 我現在就要買 所以開始慢慢有一些店面 有所謂的無卡分期零利率 那同樣的 因為支付寶它有了非常多的 這樣的一個數據庫跟資料庫 它用螞蟻金服 這樣子的一個信用評分的機制 例如像是芝麻信用 它讓我們第一個沒有年費 對 因為一般的信用卡 可能比較高階的航空里程的信用卡 它必須得要有年費 來去享受信用卡用戶的 這樣子一個待遇 第二個 是申請簡單 你不太需要提出收入的證明 你只要在支付寶的 這樣子一個系統之下 你用了蠻多次之後 支付寶就會認為說 你的信用其實我剛開始的平等 可以給你5000塊人民幣 到1萬塊到2萬塊人民幣 不等的這樣子一個 剛開始值給你小額就對了 對 小額的借款 那個是沒有問題 第三個特點就是 如同我們剛才所講的 在支付寶的普及上面 他做到了這件事情 他有一個大陸的朋友 他說我老婆的小店後台數據 看了嚇了一跳 他發現他所賣出去 銷售出去的東西 10單當中有7單是用花倍的 所以他必須得要付給螞蟻集團 他們手續費 這個手續費 就一年就要捐給阿里 20多萬的手續費 對 所以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時代在改變 我們在做平台整合的時候 Uber沒有自己的車子 但是他卻提供交通 讓大部分的人可以使用 像是UberEat或是FoodPanda 也自己沒有做餐廳 但是他做媒介整合的時候 這樣讓公集找到需求的過程當中 螞蟻金服在花北跟借北上面 都做到了非常大的一個創新跟改變 因為在中國大陸其實大家都用支付 有的時候有一次我去的時候 數位支付 對 我拿出現鈔 他們還說 你多少來啊 你外地人對不對 馬上都在撕破 因為沒辦法 還會跟你講我們不收現金 但是呢 包括剛剛宏文講說 以現在年輕人 不管是不是年輕人 到中年人 其實在中國大陸呢 像這樣的支付寶 花北其實是很多人很常見使用的 我們帶你一塊來聽聽看 花北啊 不是 是螞蟻戒北 戒北很輕鬆啊 就一下就能見出來 這個很方便啊 你要是想去那個買點什麼東西 什麼的 直接就用它 而且還有好多優惠政策 對吧 有的時候花北可以給你 撿一些什麼相應的額外費用 或者說是你使用花北結帳 它就有更多的優惠 我覺得挺好的 好 所以我們問一下宏文 包括它的這個花北的廣告啊 其實也是打造一個美夢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常會發現一件事情 殺頭生意有人做 賠本生意沒人做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做 預支消費的時候 就是忘了那個代價 像是我自己本身就有七張信用卡 我會用在不同的地方 例如像1.88%它可能現金回饋 我水電費用另外一張 我家有用另外一張 我一年下來其實可以審蠻多的 但這個廣告是告訴你說 不管你有錢或貧窮 你也可以跟有錢人做一樣的夢想 對 所以這就是其實是信用卡廣告 跟現金預介的廣告 最有趣的一個地方 它這個畫面上面告訴我們說 考上大學的妹妹 一直魂牽夢營的那一台筆記型電腦 我想都沒想 就用花北借北賣給她了 可是我們要想的事情是 它在右下角的那樣子的一個 它的職業本身並不是收入很高的 它是針對基層的民眾 這個基層的民眾主要的客群 其實就是沒有辦法透過 這個正常的銀行管道或是征信 能夠申請核發下來正常的信用卡 它用花北跟借北的方式 用花今天的錢來買明天的東西 來實現夢想 而且告訴你說這個使用上是五遠佛界 對不對 對 但朱老師以這樣的利息來講算高嗎 那它打的是一個普及率嗎 那如果我們用它現在的利率告訴我們說 它以日記期大概0.05%來算的話 一年下來大概是18.25% 如果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我們的民法規定高利貸叫做20%以上 所以18.25%聽起來好像也還好而已 因為我們當年台灣的現金卡 乃至於信用卡的循環利息 基本上都20% 所以它這個利率看起來不算高 可是不要忘了喔 利率是一回事 他們通常還喜歡玩幾個法系 第一個 開辦費 你要不要這筆錢 手續費 有沒有所謂手續費 還有你每次動用有沒有所謂的動資費 行不浪當全部加起來 實際上的年息有可能超過30% 當年的現金卡就是這樣子玩的嗎 你看當年台灣最有名就是這個 George America 就借錢行賣你 不是說借錢賣你啦 哪有賣你耶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當年就是這樣子去玩你嘛 你說20%它知道我因為我們台灣告訴你 明法20%是高利貸 所以它就訂 年期20% 所以我就說 我就加那些費用全部加進去 他說欸很抱歉喔 我利息 利率是符合回應的 這不是利息的範疇裡面 對嗎 我是手續費 我是開辦費 我是動資費 全部都可以加起來 哇 結果這個整個加起來的利息是非常非常嚇人的 所以很多人當年因為覺得太好用了嘛 我辦了這張卡 而且當年很誇張喔 除了基本上根本沒所謂的真信以外 還比發卡速度 從一開始跟你說隔天發卡到一個小時發卡 簽名就可以發卡了 到最後拼5分鐘發卡 5分鐘是因為要做這張卡片 現場就要後面硬是不是 因為做這張卡片要實際 就連客輸出這樣子 對 五分鐘 比辦手機還快 真的 而且很方便嘛 因為我拿到這張卡 我就可以去提款機領錢 是 不管你有沒有帳戶 裡面有沒有錢 反正我卡督進去 現金就出來了 太方便了嘛